这里是位于洛杉矶新港市的鱼市场 现在是早晨的六点 今天是星期六 已经开一门半个小时了 但是我们来到了这个鱼市场看 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全都卖光了 现在就是远处的那个摊位 还有几个人是在卖笔木鱼 刚才去看了 就是那种很小的 昨天晚上去海上捕的 里面的那个摊主 也是一直在跟我们抱歉 说这个东西太少了 然后卖的太快了 这个门口是个卖螃蟹的摊位 上面写的没有螃蟹了 说我和我的老螃蟹住在这里 旁边还有一堵墙 上面挂的牌子 说我们的鱼是地球上最新鲜的鱼 这些木头其实看起来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很多人都在想 新港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又老又旧的鱼市场 咱们看这个牌子这里建于1891年 到现在差不多有130年历史了 所以这个市场也是作为历史被保留了下来 每天还能正常的营业 给大家提供新鲜的海产品 在洛杉矶的朋友可以来逛一逛 但是要早一点起 咱们看到侧面有个牌子 建于1891年 我是洛杉矶房产Chris Liu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